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施洗约翰听见了耶稣所做的 他就产生一种困惑 因为施洗约翰认为 他作为一个开路先锋 这位在他后面来的弥赛亚 应该是要彰显神的公义跟圣洁 因此施洗约翰在旷野所传的就是 悔改的洗礼 他叫百姓赶快承认自己有罪 要悔改认罪 等候这位弥赛亚君王来 不然你们就会被拒绝 不能进入到神的国里面 因此约翰所传讲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 但是耶稣他引用了 以赛亚书29章35章61章 这些大量的弥赛亚预言 提醒约翰 我来不仅只是要彰显上帝的公义跟圣洁 我来也是要彰显上帝是一位 怜悯跟赦罪 医治跟拯救的上帝 这是上帝的属性的一体两面 上帝既是公义圣洁 上帝也是慈爱救赎怜悯 因此他就要 约翰的门徒把这样的话带回去给约翰 并且鼓励约翰 不要因我而跌倒 你就有福了 因此这是约翰他的门徒走了之后 在二十四节 耶稣就继续对众人来讲论 有关于实习约翰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大家以前到旷野去 就是要去看施洗约翰 就是要去领受约翰他悔改的洗礼 耶稣继续说 你们是要去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 还是你们是要去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华丽衣服 想艳乐度日的人 是在王宫里 耶稣在做一个对比 因为这时候约翰被 这个西律安提帕王 关在监狱里面 因此呢 耶稣他再一次就说 从前大家都到这个 约翰河的旷野那边 去接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 我们要去看的是谁呢 要看的是这个旷野里面 的那个芦苇吗 不是的 那我们要去看 是这个在王宫里的 这个西律安提帕国王吗 也不是 我们要去看的 岂不是就是这位伟大的先知 施洗约翰 有关于这个芦苇 那他有很多种讲法 一种是说 施洗约翰是一个心智 刚强的人 他不像那个柔软的芦苇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施洗约翰现在软弱了 这是一种说法 那也有一种说法是说 因为西律安提帕曾经 铸造过一种钱币 那上面有那个芦苇 所以用这个来代表 接下来要讲的 在王宫里面的 那位是西律安提帕 代表就是说一个对比 就是西律安提帕 虽然把 施洗约翰 关在监狱里面 但是施洗约翰 他绝对不是软弱的芦苇 他仍然是一位刚强的人 这是另外一种讲法 我们都可以参考 二十六节耶稣就要说 你们出去 究竟是要看什么呢 答案当然是 要看先知吗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不仅是先知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耶稣再次提醒 施洗约翰之前来 大家都被他的信息感动 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 承认自己生命里面 是贫穷的一塌糊涂的人 承认自己生命里面 是充满了悲哀 软弱 无力 甚至是罪恶的人 因此听见约翰的信息 大家都扎心了 都愿意到旷野去找他 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 等候弥赛亚的来到 因此耶稣说 没有错 他就是我们曾经去寻找的那位先知 并且我告诉你们 他比所有的先知都还要大 为什么呢 耶稣就引用经文 经上记者说 耶稣这边是引用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经文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路加福音之前在第一章用了马拉基书第四章 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又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来说明耶稣是 这个施洗约翰就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 但是耶稣他自己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个地方 他反而是引用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一节 当然也可以相关的经文也是出埃及记 第二十三章第二十节 但是可能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 更是耶稣在这边要引用的重点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 他就有讲到 就是在幕后的日子 这个上帝要差遣他有一位使者 要在他的面前来预备道路 就是神要来了 神要来掌权作王了 耶稣说施洗约翰就是应验了那一句话 但是呢你如果知道 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下一句 就是马拉基书三章二节是什么 你就更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 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 他来的日子就是使者 开入先锋的使者 后面要来的那位上帝 那位弥赛亚他来的日子 谁能当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 谁能站立的住呢 因为他要如炼金之人的火 如漂布之人的茧 他必坐下如炼镜银子的 必洁净立位人 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他们就凭公义献贡物给耶和华 因此呢耶稣 他在这边特别引用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来说 约翰就是那位 在我面前来的开入先锋 并且他也提醒大家 马拉基书三章二节所说的 当先锋之后来的那一位 就是弥赛亚君王 他来的时候谁能担当得起呢 因为他真的要用火来给大家施洗 要炼镜大家 因此耶稣要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说约翰他对他自己的使命的自我认知是正确的 他所传讲的悔改的洗礼也是正确的 因为如同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 以及三章的二节跟三节整个连起来 这就是施洗约翰对自己使命的认知 第一我是弥赛亚的开入先锋 第二弥赛亚来 他要用火给大家施洗 不然没有人站立得住 他来就是要审判罪恶 使愿意悔改的人成为公义 因此耶稣在帮施洗约翰做见证说 他对于他自己的使命 他的认知 约翰对自己的使命认知没有错误 但是耶稣他也刚刚也是在补充一点 就是说但是约翰他只知其一 约翰他没有知道后半段 因此耶稣要继续讲 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约翰 为什么呢 因为约翰是先知里面最大的那一位 什么意思呢 因为约翰因为整个旧约 他的先知所在宣讲的一个信息中的一个核心 就是有一天那位救世主弥赛亚 会来到人间 他要拯救除灭世人的罪恶 使世人离开死亡 而能够与神成为圣洁公义的人 与神同在 在神的国里面 因此耶稣他是宣告神的国禁了 因为弥赛亚终于要来了 终于要来了 因此 对于宣告弥赛亚 会来临的信息的众先知里面 这个约翰是最后一个 因为他来了之后 弥赛亚就要来了 他宣告神的国禁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 他大过约翰 但是这句话有下半段 耶稣说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 却比约翰还要大 什么意思呢 因为约翰他主要是宣告 神的国禁了 神的国靠近了 快要来了 弥赛亚就要到了 大家赶快悔改 可是呢 约翰以后的这些人 他们怎么样 他们是因为弥赛亚已经来到了 出现了 所以呢 这个他们就进去了神的国 约翰是宣告神的国靠近了 而接下来的人是进去了神的国 所以是一个是神的国静了 一个是静了神的国 所以呢 约翰他没有经历到 现在你们这些承认自己 是软弱无助可怜 需要神赦免救赎的这些人 你们已经进入神的国了 这是约翰他没有亲眼看见的 这个部分 耶稣的解释是这样 我们继续来读第29节 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喜 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 但法利塞人和律法师 没有受过约翰的喜 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29节这边说 听见这话 那这话是指听见过 听了耶稣刚刚所讲的 这一番评论施洗约翰的话 还是指说 他们以前曾经听过 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悔改洗礼的话 这两种解释 其实都可以 因为听见这话 原文没有这话 所以到底是听见谁说的话 可以有两种解释 所以29节 瓜虎的小字 他有住 众百姓和税吏 听见了约翰的话 就受了他的喜 便以神为义 但法利塞人和律法师 一样也是听了约翰的话 却不受约翰的喜 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因此 这边路加表达就是说 其实啊 不管是听了 耶稣所讲的这番话 还是这个 听了 曾经听了 施洗约翰的话 这边路加要表达 就是说 有两种反应 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 例如那些税吏啊 或是那些承认自己生命 很软弱 需要上帝 医治赦免拯救的人 他们听见了 施洗约翰曾传讲过的 这个悔改的洗礼 他们就谦卑承认 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 需要上帝的赦免 才配 成为一个被神称义的人 可以进神的国 所以那些自己发现 自己承认自己是很糟糕的人 例如那些罪人税吏 他们反而就受了约翰的悔改的洗礼 所以他们以神为义 以神为义的意思就是 原文是证明神是对的 或是宣告神为义 就他们认为说 神真的是太对了 神真的是太棒了 太好了 他愿意为我这样的罪人开恩 给我们一条路 愿意赦免我们的罪 好让我们悔改之后 有资格进入神的国 他们就以此来证明 神是义的 神是对的 但是呢 法利塞人跟文士呢 律法师 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罪啊 自己很好 自己不需要赦免 因此他们就不以 施洗约翰所传讲的 这种悔改的洗礼 来证明神这样做事为义的 他们认为神这样做事不义的 因为像我们这种人 才是义人啊 那些税吏妓妓女罪人 凭什么因为这样就可以进神的国 他们就不以这样为神的义 所以呢 他们就怎么样 废弃了神的旨意 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 神的旨意就是要救一切 谦卑悔改认罪的人 救他们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这些骄傲的法利塞人 跟律法师 不认为自己需要医生 不需要救主的人 就废弃了神的旨意 三十一节 主又说 这样我可以用什么来 比喻这世代的人呢 他们好像什么呢 他们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 彼此呼叫说 我们向你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举哀 你们不提哭 耶稣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们这个世代人 就是对我们所传想的 都没有反应 因为你们自己 大部分人都自以为意 那这个 我来 比较像就是那个 向你们吹笛的 你们不跳舞 我来传想的就是这些 赦免啊 医治啊 拯救啊 的信息 这是好的信息啊 向你们吹笛 你们没有反应 不跳舞 那约翰来叫你们是 悔改啊 然后什么 斧头要砍掉你们啊 火要烧你们啊 这种约翰来的信息 比较像是向你们举哀 就是你们再不悔改 你们就要死了 可是你们怎么样 也不提哭 也没有悔改的意思 因此呢 33节 施洗的约翰来 不吃饼 不喝酒 你们说 他是被鬼负责的 而我人子来 也吃也喝 你们说 人子他是贪食 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之前在第五章 法利撒人和文士 就是这样批评耶稣 跟税吏和罪人 同做喜 跟他们做朋友 因此耶稣在讲一件事情 你们就是都 骄傲自大 心刚硬 不愿意有反应 不论是施洗约翰 跟你们说的 还是我跟你们说的 你们通通拒绝 我们的信息 因此三十五节 但智慧之子 都以智慧为事 原文的意思是 然而智慧 被智慧的子女们 宣告为义 这边的这个 为事 其实原文 比较好的翻译是 为义 是为了配合 二十九节 众百姓和税吏 既受过约翰的喜 听见这话 就以神为义 是同一个字 其实就是在讲 就是说 你们自认为 你们有智慧 可是今天 真正有智慧的 是承认自己生命 需要救赎的 这些税吏跟罪人 他们反而是 真正的智慧之子 而这些智慧之子 以神的这一种 救恩的智慧为义 宣告神为义 而你们反倒 自我 弃绝自己 三十六节 我们继续往下看 有一个法利塞人 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塞人家里 去作息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 三十四节这边 耶稣讲到说 我跟税吏和罪人 做朋友 然后 跟他们一起吃饭 因为他们愿意悔改 我就接纳他们 赦免他们的罪 因此路加就接着 就记载另外一个故事 也有法利塞人 请耶稣吃饭 那这些法利塞人 也跟耶稣同作息 可是他们 跟耶稣的关系 或是他们对耶稣的看法 其实是跟那些 愿意悔改的 税吏和罪人 对耶稣的看法 其实是相差很大的 我们就来看 这个故事的记载 三十七节 在那个城里面 有一个女人 她是一个罪人 她知道耶稣在 法利塞人的家里面 坐席吃饭 就拿着 这个盛着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的背后 挨着 她的脚来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她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塞人 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个人 他指的就是耶稣 耶稣这个人 若真的是先知 他必知道摸他的是谁 是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这位法利塞人 虽然请耶稣来吃饭 看起来好像跟耶稣 很亲近 或是认同耶稣的教导 天国的道理 但其实并没有 他说如果耶稣真的是个先知 他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 耶稣怎么可以容许一个罪人 犯罪的女人 来亲近她 来摸她 来亲她的脚 因此这个法利塞人就认为 那耶稣不是先知 耶稣是个假教师 假先知 四十节耶稣对他说 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就是这个法利塞人 他说夫子请说 耶稣说有一个债主 他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的银子 原文是五百个 这个希腊银币 代表五百天的工资 那是蛮大的一笔债务 另外还有一个人欠他五两银子 是五十天的工资 一个比较多 一个比较少 四十二节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但是其实不论欠比较多的 还是欠比较少的 其实他们都没有能力 能够来偿还他们的债主 因此债主知道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 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那这两个人 哪一个人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更爱这位债主 这个债主 这个法利赛人西门 还不知道耶稣 现在用这个比喻在讲他 因为法利赛人自认为 比那个犯罪的女人 好太多了 那耶稣就说 对 他欠我五百天工资 那你亏欠神 亏欠我五十天工资 你认为你欠的比他少 你比较骄傲 可是我告诉你 你自认为你欠的少 你也还不起 因为你所犯的罪债 你永远无法偿还 因此他是在提醒 这位骄傲的法利赛人 你凭什么认为 你们比他们好太多了 以至于你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 你们所犯的罪债 你们根本无力偿还 你们自己都不知道 耶稣就说 你断的不错 就是你判断的不错 你判断的就是 那位被赦免比较多的 债务人 会更爱 更感恩 这位赦免他的债主 于是 耶稣转过来 向着那女人 然后呢 因为耶稣刚是背对那个女人 现在耶稣就转过来 看着那个女人 但是呢 他仍然对西门继续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也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 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脚 用嘴来亲我的脚 你也没有用油 来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 抹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耶稣就告诉西门 他为什么要讲 刚刚一个债主 赦免两个债务人的 这个比喻 而这个时候耶稣 他转过来 看着那一位 有罪的女人 代表怎么样 耶稣 他其实知道 他这位 这个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 因此 这个西门认为 耶稣不知道 所以 耶稣不配当一个先知 耶稣要让 这个西门知道一件事情 他不仅是先知 他更是能够赦免人的罪 的上帝 因此他就要解明 刚刚那个比喻 他说 我来你家做客 你没有进一个家族 来欢迎贵宾贵客的这些 犹太人一般的规矩 礼数 你都没有遵守 代表你虽然邀请我到你家吃饭 其实你根本 不把我当一回事 你根本没有认为我是弥赛亚 你根本其实 找我来你家吃饭 你心里面没有接纳我 你很可能只是要找我的把柄 要窥探我 要找我的把柄 因为从我进门 你也没有 这个照一般的规矩 来这个 让我有水可以来洗脚 然后呢 你也没有用一般的 犹太人之间的规矩 跟我亲嘴问安 你都没有耶 你也没有把我当作贵客 用这个油 香膏 来告摸我的身体 这些都是一般 这个欢迎贵客到家里面来做客的主人 她应当安排的事 你都没有耶 因为你根本没有接纳我 反倒是这个自认为有罪的女人 她来 既不要求赶鬼 也不要求医病 她纯粹只是 体会到 承认她是一个 有罪肮脏误会的妇人 她渴望得着赦免 她渴望生命得着洁净 因此她用眼泪替我洗脚 然后她用头发当作布 来擦干我的脚 她用她的香膏 这是这位妇女 她自己所珍藏的香膏 原本应该是她 她自己在这个出嫁的时候 要作为她嫁妆使用的 她今天却用她的香膏 来磨我的脚 你都没有 她都做了 因此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为什么她愿意为我做那么多 因为她爱我爱的比较多 她为什么爱我爱的比较多 因为她知道 她从我这里 她得着的赦免 得着的捷径 是比你更大的 因此她爱我的爱比较多 因为她自己知道 她被赦免是很大的 而你爱我爱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你被赦免的比较少 因为你认为 你没有好什么需要被赦免的 因为你认为 你非常棒 你不需要弥赛亚 你不需要上帝的赦罪子恩 你认为你就算需要被赦免 也是无两银子而已 因此你的那一份 对上帝的赦罪之恩的感恩之心 对上帝赦罪之恩的 那一种爱的回应 是非常稀少的 于是耶稣对那个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同袭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竟然敢赦免人的罪呢 因为法利山人他们认为 只有上帝可以赦免人的罪 耶稣就是要告诉你们 我不仅是先知 我更是上帝 这让我们对比 在第五章 耶稣曾经与那些税吏 跟罪人同坐席 在第七章的三十四节 耶稣也再一次提到 耶稣跟那些愿意悔改的 税吏跟罪人同坐席吃饭的时候 那些人是真心跟他同坐席吃饭 真心悔改 耶稣也真的赦免他们 因此在幕后的日子 在天国的宴席里面 这些人是与主有份 与主同享天国宴席 而如今你们这些假情假义 跟我同坐席的法利山人 不愿意悔改的人 你们末后 在天国宴席里面 你们是无关无分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五十节 五十节耶稣就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主谢谢你 你赦免我们 是何等大的恩典 我们若真的打从心里面知道 我们原本是一个无可救药 注定灭亡的罪人 你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原本该受的刑罚 该承受的灭亡 羞愧跟悔恨 主每当我们思念起 你这样对我们何等大的恩典 主我们真的不知道何以回报 谢谢主 愿我们珍惜这份伟大的救恩 走在主的旨意里面 做一个容神一人的器皿 见证主伟大的爱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